剛剛不是說我們的 EI 是什麼 沒有預測存的部分就是我的 Y 減掉 Y H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我的 Y 減掉 A 減掉 B S 就是我的 EI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我只是把它帶進去而已 所以我們要 Summation EI 平方是最小的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的 Summation YI 減掉 A 減掉 B S I 是最小的 這個要最小 這個二次式要最小 二次式要最小的話 你要怎麼樣 對它做 A 跟 B 偏微分的的話 把一次式的偏微分等於 0 二次式的偏微分大於 0 有時候那個一次式的偏微分等於 0 的那一點就是最小的 所以我們只要對這個二次式做一次的偏微分 然後令它等於 0 再把它求出 AB 來就好了 我就會忘掉了 跳掉沒關係 那你就相信我 就照這樣坐下來 好不好 就少少一點點的東西 所以呢 我們這個時候怎麼樣來做呢 好 我們就要把這個中心 對於什麼 對於 A 做偏微分 對於 A 做偏微分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個 負二等 這樣子 然後呢 一次偏微分 令它等於 0 令這個等於 0 好不好 令它等於 0 所以我現在就會有兩個連立方程式 要解兩個位置數 A 跟 B 所以我現在就會有兩個連立方程式 所以我現在就會有兩個連立方程式 然後我就把 A 跟 B 解出來 好 那我們解一解看看 好不好 好 那因為前面的係數沒有關係 我們就把係數去掉 把第一個式子 summation y-a-bx 等於 E 這是第一個式子 第二個式子呢 summation y-a-bx 等於 S 等於 E 這是第二式 好不好 用這兩個式子 要解 連立方程式 解兩個位置數 A 跟 B 好 那我們從第一個式子開始來看 第一個式子呢 第一個式子 我們把它乘出來變成 summation h-y 減掉 這個是什麼 I 等於 E 到 N 有 N 個數字的意思 所以 A 是一個常數 所以我有 N 個 A 然後呢 減 B summation x 等於 0 第一式是這樣的 而第一式是這樣的的話 我們把 A 有 A 的放一邊 沒有 A 的放另外一邊 所以我的 N 個 A 你拿到那邊去的話 就等於 summation y-b summation x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樣子我們就求出來了 把 N 不要的話 我的 N 就是等於 N 分之 summation Y 減掉 B N 分之 summation x 這等於什麼 y-bar 減掉 B x-bar 這就是我前面剛剛介紹給你的 我們求出來 我們的 A 會等於 y-bar 減掉 Bx-bar 第一個式子 第一個公式 直接 y-bar 減掉 Bx-bar 這個是要把它記錄的 我的 A 是等於 y-bar 減 Bx-bar 好 我們把這個 A 取出來了以後 把這個 A 帶到第二式裡面 把它帶進去 所以就會怎麼樣 把 A 消掉 直線到 B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 B 個字 所以我們把第二式把它帶出來 第二式的話就是 summation y-bar 減掉 Summation x-bar 減掉 A 的 Summation x-bar 減掉 B 的 Summation x-bar 等於 A 你先把 X 存進去 這是第二式 從這邊到這裡 變第二式 這樣可以嗎 第二式的時候 然後呢 我們把 B 放一邊 放到右邊 所以 Bsummation x-bar 就等於 這個是什麼 這個 A 的 Summation x-bar 減掉 Summation xy 把 B 要放這邊 因為我們現在要求 B 好不好 就這樣 可以嗎 把 B 的放一邊 把 A 的放出來 那 A 把它換成這個 換成這個取代 好不好 12 A 的的話 等於 Y bar 減掉 B X bar 乘上 Summation x 減掉 Summation xy 等 A 嗎 然後再把 B 的 換進來了以後 放到另外一邊 讓我們一步一步的按好 這個時候 Y bar 減掉 B x bar summation x 減掉 Summation xy 這樣可以嗎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有 B 的呢 把它放到左邊來 讓它跟 B 合在一起 一樣的話 就比較低帥 這個刮到左邊來 所以 B 的 可以放到這裡好了 把它磨到這邊來 所以原來有一個 B summation x 平方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要轉錯 這邊有一個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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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做法有沒有轉錯 這個有一個轉錯 sigma y 減的 A 嗎 哪一個 就是它把 B 移過去之後 A 就是 A 的那一箱 跟來的字 不是嗎 就是 就是 然後我們說去它是 Fu A 是 Fu A 是一個 Fu A 是一個 就是那個 這個 這個 你過去 正負號錯 正負號錯 這個是 Fu A 是正的 對 所以這一個 Fu A 是 所以移到右邊 我們這邊是附列這個 因為這個移到右邊 所以這個 還是正的 負的 才對 所以我們這邊 Fu A 有一點點錯掉 所以這個是 得出來的 這個應該是 再加一個Fu A 所以這個是 Fu A 加這樣子 這樣就對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把這個 B 移過來 這個 就變成 減掉 B 的 x bar semination S 的 然後 右邊呢 是等於什麼 這個 這個忘掉了 Fu 的 semination S 的 y 對不對 對嗎 剪掉 卷掉 神明選 x bar 右邊呢 就是下 下 4個 S 好 好 好 這樣有分錯 這個 S 是 Fu 的 等於Fu 所以這個是 負的 好 那我們把它整理一下 好 B 移出了 所以是 summation x 平方 減掉 這個的話 是 n x bar 的平方 summation x 你可以變成 n x bar 所以變成n x bar 的平方 好 這邊呢 是 summation s1 減掉 n x bar y bar 這樣可以嗎 這個數字 把它移到後面 這個是 n x bar y bar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的B 又出來了 B 是什麼樣子 semination x 平方 減 n x bar 的平方 上面是 semination x y 減 n x bar 就這樣 這個數字 其實你可以把它變成 summation x減 x bar y減 y bar 下面就是 summation x減 x bar 的平方 自己回去把它倒一倒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把它 用剛剛的說 比較簡單的方式 來記得的話 這一個就是什麼 summation 小寫的 x平方 x減 x bar 我們說 用小寫的來寫 可以嗎 小寫的 x平方 上面呢 是小寫的 xy 就這樣 所以這是我們的B B 等於這樣 這是我們的A的公式 好嗎 好 好 這樣的式子得的時候 所以呢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 來計算看看 用一組數據 來計算看看 好不好 假設我們現在找了 一組數據 叫做x跟y的數據 然後你怎麼樣把它算出來 好 假設我現在的話 有x跟y的一組出去 然後呢 我x等於 2 3 4 5 6 我總共n等於5的意思 在這邊我有5 n等於5 有5個數據 然後我的y呢 是多嗎 35 36 41 45 44 好 這是我的基本數據 然後我要怎麼樣子來做 這個 直線回歸 那第一步的的話 當然 我們剛剛說過 請你把它點出來一下 我 x 等於 2 3 4 5 6 2 3 4 5 6 我的 y 有從 35 到 45 的 我的 35 40 45 我把它點出來 x 等於 2 的時候 y 等於 35 x 等於 3 的時候 y 等於 36 x 等於 4 的時候 y 等於 41 x 等於 5 的時候 y 等於 45 x 等於 6 的時候 y 等於 44 這個點出來的點都是我的 y 的點 可以嗎 然後看起來好像也沒有說特別 所有的 看起來也沒有說 一堆的 y 集中在這裡 然後有一些 outlier 特別的 1 點或 2 點在很遠的地方 x 和不一樣的地方 看起來好像很平均 那怎麼樣來做呢 好 那我們做的時候呢 先計算誰 先計算我們的 b 先計算我們的 b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 a 的話 要得到了 b 以後 才計算得出來 所以計算的時候 a 跟 b 兩個的話 你先算 b b 算出來了以後 再帶進去這個公式 再得到 a 所以 b 的時候 我們需要用到哪幾個 哪幾個公式呢 你假如用手算的時候 用這個是比較容易的 所以我們要算哪個 要算每一個的平均值是多少 然後要算 summation xy 然後這個平方 然後這個平方 這個平方可以做 這個 summation x 的平方 所以我們就來算一下 我們把這個先拿掉 等一下再做 所以我們要拿幾項 我們可以算它的平均值 就是 x bar 等多少 把這五個加起來平均以後 我們等於 4 對不對 然後把這五個加起來 平均等於多少 我們把這五個加起來 算到 40.2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算什麼 這個 x bar 算完了以後 這個 x bar 算完了以後 summation xy 好 這樣子 就是 x bar 2 x 35 為共 70 等 把它存下來 所以我們得到的數值是 這兩個相存 108 16 4 然後把它整個加起來 然後把這個 x y 加起來 就得到 831 831 831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的 summation xy 等 831 對不對 所以這個數值也算完了 那我們還需要這個 summation x 平方 我們做一下 x 平方 就是這個數值 再把它平方起來 4 9 16 25 36 然後把它加起來 就是 Summation x 平方 就等於 90 有這些了以後 我們就來把它帶進來這個式子 所以 B 等於什麼 等於 Summation x 平方-n x 平方 Summation xy-n x 平方 再進來 Summation x 平方等於 90 減掉 n 有計算 1 2 3 4 5 組的數據 所以 5 乘上 這個多少 Summation x 平方 4 平方 這樣可以嗎 上面 Summation xy 是 831 減掉 5 乘上多少 4 乘上 40.2 這樣可以嗎 就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以後 我們得到的數值就叫做 2.7 所以 B 的值是 2.7 B 的值算出來了以後 再算你的 A A 就是 y bar 減掉 b x bar 那 y bar 剛剛已經有了叫 40.2 減掉多少 B 是剛剛算出來的 2.7 乘上 x bar 是 40 所以我們就得到了這一個叫做 29.4 好嗎 好 把它做出來的時候 所以我們的這個回歸直線的方程式 有了這個係數以後就是 29.4 加上 2.7 的 x 這就是我們的回歸直線得到所預測的值 那你要怎麼樣把這個畫上去呢 我們這個 x 跟 y 在這裡 那我們剛剛喔 這邊有這個數值在這裡對不對 我們這邊有數值對不對 這是原始的 y 的值 怎麼樣把這個 y 看畫上去 我們的 y 看可以求出來 這是什麼 我剛剛的這個 x 是從 2 到 6 之間 你其實可以只求兩個 x 的值把它帶進去 然後得到 y 看的值 兩點把它連起來就是一個直線 譬如說我們把 2 帶進來好了 2 帶進來的時候 這邊放進 2 的話 2 乘以 2.7 加 29.4 這個 y 看是 y 的值 等於多少 我們算 多少 34.8 那你可以再求另外的一個 x 譬如說 你求 4 或 6 都可以 那我這邊腳帶 6 進來的時候 我這邊腳帶 6 進來的時候 6 乘以 2.7 加 29.4 得到的叫做 45.6 你假如願意的話 你可以把每一個 x 都帶進來 它的數值叫做 37.5 40.2 42.9 等等 你其實只要取其中的兩個 x 的 y 子把它帶進來 比如說我這一個是 x 等於 2 的 2 2 3 4 5 6 我這 x 等於 2 的的話 它是 34.8 然後我要 x 等於 6 的的時候 我是 45.6 比如說是在這裡 然後就把它捏起來 這一個就是我的 y-hat 的方程式 這樣可以嗎 y-hat 就等於這樣 所以我就得到了 y-hat 的方程式 你可以把它畫在直線上 當我們等一下 test 的 beta 不等於 0 的時候 你可以很放心的在你的結果裡面 把它這個直線畫出來 然後給這個方程式 但是假如我們等一下去做 test 的時候 這個 beta 是等於 0 的的時候 那你就不要畫了 因為表示說它的直線關係是不顯著的 那它假如是 beta 不等於 0 直線關係顯著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畫出來 好 那你畫出來的時候怎麼畫呢 第一個 請你不要超過原來的 x 的範圍 在 x 的範圍裡面 在 x 的範圍裡面 畫你的這個直線就好 你不要一開心 你就這樣子 大啦啦啦的這樣可以畫 好啊 真好 好顯著的直線關係 不要這樣子畫 你只能在哪裡 只能在 x 的範圍之內 我是從 2 到 6 我就這樣子畫而已 你不要超出來 x 的範圍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個所謂的直線關係 只是在你的 x 的範圍之內 所做出來的 有可能是怎麼樣子 譬如說我們這樣來看 看到更大範圍的 x 跟 y 的關係 有可能是這樣子的 有沒有可能 但是呢 你現在只是取 譬如說你現在只是取 這一段跟這一段之間來做 假設我現在取樣的時候 我的 x 範圍 只是從這裡到這裡的範圍 然後我這些數據 我就落出來 它看出來好像有直線的關係 這樣子而已 那 那 假設你自己無限的擴張 延伸的時候 你想想看 我把這直線的關係這樣子 可以嗎 有問題吧 所以 你那個 跑到你的 x 範圍之外 去的時候 很可能就會出很大的錯誤 所以請你把你的 y-hat 一定放在你原來的 x 範圍之內 這是第一個 你要注意的 第二個 你應該會看到什麼 我這個回歸直線 一定會通過 x 範圍 y 範圍這一點 一定會通過 x 範圍 y 範圍這一點 它有沒有通過 x 範圍 y 範圍那一點 你看得出來 我們的回歸直線一定會通過 x 範圍 y 範圍那一點 我們的 x 範圍 y 範圍是多少 是多少 是多少 40.2 這一點 它的 4 範圍之後 是不是 40.2 累的嗎 是不是 它一定通過 x 範圍 y 範圍這一點 它一定會通過這一點 x 範圍 y 範圍 y 範圍這一點 x 知道嗎 為什麼 一定會通過 x 範圍 y 範圍這一點呢 我們的 y 範圍 等於什麼 a 加 b x 範圍 等於什麼 a 是等於什麼 y 範圍 減掉 b x 範圍 然後加 b x 範圍 換掉配合Y-bar-bx-bar 所以整個式子可以 Y-bar 加 B x-x-bar Y-head 是不是這樣 仔細看一下 當我的 x 等於 x-bar 的時候 我的 x 是 x-bar 的時候 這邊一減 x-bar 減 x-bar 是不是等於 0 我的 y-head 等於什麼 y-bar 所以我的回復之線 一定要通過 x-bar 或 y-bar 知道嗎 這是基本的道理 所以它有這些特質在那邊 就到這裡的時候 接下來就要做什麼 要 test beta 是不是等於 0 第二步是要做什麼 要 test beta 是不是等於 0 我們已經算出來了 A 跟 B 我們最重要的要 test 對的 Beta 是不是等於 0 就是什麼 它的邪律是不是 是不是 顯著的 不等於 0 假如 beta 是不等於 0 假如我們 test 出來 Beta 等於 0 的時候 我們下的結論就是說什麼 x 跟 y 之間沒有顯著的直線關係 沒有顯著的直線關係 假如它是不等於 0 的時候 我們才說有顯著的直線關係 這樣知道嗎 假如它是不等於 0 的時候 我們才說顯著的直線關係 剛剛已經跟大家一開始的時候提示過了 對不對 好 那怎麼樣來 test beta 是不是等於 0 這樣的 low hypothesis 我們有兩個方式來進行 第一個方式 我們就把我們的 Ss total 分解乘 SS regression 加 SS L 這樣的方式 然後用 F test 來做 這是第一個方式 第二個方式 我們用 T test 來做 T test 來做的意思是 我們的 T test 的時候 我們通常是怎麼樣 我們做某一個 variable 減掉這個 variable 的期望值 除上這個 variable 的 Standard deviation 的時候 我們就得到了 T 值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 test 這個期望值是怎麼樣 那假如在這裡的話 我們會用 B 減掉這個多少 這個是什麼 Veta 對不對 它的期望值是 beta 那這個期望值 假如我們要 test 是 beta 等於 0 的話 那我們這裡就可以放是什麼 可以直接放 0 在這裡 下面呢 我們就除上 SB 就可以了 對不對 所以第二個 approach的時候 我們只要知道 B 的 distribution 是什麼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 T test 來做 那這個是第二步我們會做 會教的就是 這個 它的 distribution 是怎麼樣子 然後做出來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用 T 平方等 F 的關係式 然後看出來說這個 F 呢 跟我們用這樣子分解 把 SSTOCO 分解成為 這兩個成分所做出來的 F test 其實是相等的舒服同歸的意思 是一樣的東西 OK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講的就是 這樣子的東西 可以嗎 舒服同歸 做出來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現在先進行的是這一步 怎麼樣把 SS TOTAL 分解成 SS regression 加 SS L 怎麼樣來做的時候 我想我們還是用畫體 讓大家有一個影像的那個 image 比如說我們這樣好了 那這是我們的觀測值 Y 對不對 然後我們說 這是我們做出來的回規直線叫 Y hat 對不對 然後這個回規直線會通過 X bar Y bar 這一點 這樣子 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這邊有幾個 Y 的這個 一個符號 一個符號是什麼 Y 的觀測值 譬如說我們用這一點為例子 Y 的觀測值 Y 的預測值 還有 Y 的平均值 在這裡這麼高 Y 的平均值 OK 那我們首先來講 假若我們以每一個觀測值 我們減掉 Y bar 的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分解成 觀測值在這裡 跟 Y bar Y bar 就這裡嗎 這一個 X 值等於 X bar Y 的值等於 Y bar 的的時候 有通過這一點 所以 Y bar 的值在這裡 在這裡 這個是 Y bar Y 跟 Y bar 之間的差異 這等於什麼 Yi 減掉 Yipat 加上 Yipat 減掉 Y bar 可以嗎 以數學式來講 左右是等號對不對 那你把它放到這邊來看的時候 是什麼意思 Y 減掉 Y bar 這等於什麼 Y 減掉 Y hat 這個值 這個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預測物質的地方 對不對 叫 EI 然後 Y hat 減掉 Y bar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因為我們的 regression 的關係 而減少的這個誤差 是什麼多 regression 讓它是這個 預測的誤算是這樣 然後這個是預測的誤算是這樣 所以這個點可以嗎 這邊有這麼多的符號 弄清楚 Y 跟 Y bar 之間的 Y 相減這個 這個跟這個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EI 好 那這樣的式子呢 我們假如把它平方起來 會變成怎樣 加兩倍的 YI 減 Y 然後呢 哇 這沒地方寫 還有呢 Y hat 減 Y 可以嗎 然後我們把每一個數值都加起來 會變成這樣對不對 好嗎 就變成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要證明的就是 這一個會等於 0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的 SS 通口 這一項呢 就是我們的 Y 減 Y 減 Y 減 這個的平方 所以我加起來就是什麼 我們的 Arror 的部分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的 SS Arror 這一項呢 這一項呢 我們的叫做 Regression 的部分 所以這樣子 假如這一項 我們等一下證明它等於 0 的的話 我們就剩下來是把它分解 所以 SS Total 等於是什麼 SS Regression 加上 SS Arror 就是我們剛剛寫的 也就是說呢 就像我們的 NOVA 理念這樣 我們把 SS Total 假如這麼大 所以叫做 SS Total 的話 我們把它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叫 SS Regression 一個部分叫 SS Error 的意思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證明的 就是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這個會等於 0 嗎 移到這邊 那個 2 就不要看了 係數不要看 所以我們這邊是 Yi 減掉 Ybar 加上 Yhead 減掉 這個是 Yhead 少掉的 Yi 減掉 Yhead Yi 減掉 Yhead 減 Ybar 這樣才對 對不對 好 這個要等於 0 怎麼樣等於 0 呢 主要是 我們把這邊的 Yhead 帶進去一些 好不好 我們的 Yhead 要等於什麼 Ybar 加上 Bx 減掉 Xbar 對不對 我們把 A 用 A 等於 Ybar 減 Bxbar 帶進來 的話 我們的 Yhead 是這樣的獅子 或者是 Ybar 加上 B 小寫的 X 這樣比較容易看一點 X-Xbar 是小寫的 X 這樣 可以嗎 我們把 Yhead 這邊的 Yhead 就用這個 把它帶進來看看 好不好 好 帶進來了以後 所以呢 Y 減掉誰 Ybar 減掉 Bx 然後這一個呢 也是 Y 加上 Bx 減掉 Y 點 這樣可以嗎 好 那 Y 減 Ybar 就是變成什麼 小寫的 Y 對不對 Y 減掉 Bx 這兩個 Y 減 Ybar 的時候 Ybar 消掉 所以這邊就叫做 Bx 這樣可以嗎 好 就把它帶進來而已 然後我們的 Yhead 用這個帶進來 這個 兩個要分開來 好 帶進來也會變這樣 然後你把它乘出來 乘出來了 B summation xy 減掉 B 平方 summation xy 可以嗎 然後就把它乘出去 把這個 summation 乘出來 就這樣 好 這樣子的時候呢 我們這邊 B 平方是表示有兩個 B 對不對 把其中的一個 B 換掉 B 我們剛剛是怎麼樣 Summation x 平方 summation xy 對不對 剛剛的 B 是這樣的球 然後把其中的一個 B 換成這樣 好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 B summation xy 減掉哪裡 有一個 B 留著 另外一個 B 就用這一個 來把它帶進來 所以我就變成 Summation xy 然後呢 我們就有的這個 再乘上一個 summation xy 這樣就好了 好 弄出來了以後呢 這樣的消掉 那這是不是會一樣的 所以呢 就等於 0 了 可以嗎 可以吧 可以用 可以用 好 所以這一項就等於 0 這一項等於 0 所以我們就擦掉了 就變成這樣 對不對 好 那 怎麼樣來求呢 這一個就是我們的 summation y 平方 對不對 Sst 就是我們的 summation y 平方 對不對 就這樣一解 那 Xsr 等於多少 是照我們的公式來 是 y-hat 減 y-bar 的平方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Ssr 是這樣嗎 對不對 y-hat 減 y-bar 的平方 我們稍微再把它帶進來 把這個 y-hat 帶進來 y-bar 將 summation 什麼呢 什麼呢 y-bar 加上 d x 減 y-bar 加上 d 可以嗎 可以嗎 我們這樣子 看看我們這邊有沒有 y-hat 等於 y-bar 將 d 小雪的 s 這個 y-hat 等於這個 把這個 帶到這裡 這個 y-hat 用這個 我把它帶進來 然後這個 留在這裡 就變這樣 變這樣以後 這個就消掉了 對不對 所以 我們的 ssr 是什麼 b summation x 平方 b 平方 b 平方 b 平方 summation x 平方 OK 好 所以這個呢 也就是等於 b 乘上 summation x 平方 summation xy 再乘上 summation x 平方 一樣 把其中的一個 b 用這個來帶人 這不是只有兩個 b嗎 用一個 b 用這個帶進來 就變成這樣 所以 這個也就是等於 b summation xy 所以 ssr 等於什麼 b 平方 summation x 平方 或者是 b summation xy 隨便你要怎麼計算都可以 用這個算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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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b 平方 summation x 平方 跟 b summation xy 所以我們來算算看好不好 剛剛這個例子裡面 已經做出來的 所以它的 y 這個 sx total 是多少呢 你會算嗎 每一個數值 減掉它的平均值 從它平方起來 我們把它算出來的話 是多少呢 我們看一下 82.8 自己回家去算一下 然後這個數值等於多少 b 平方 summation x 平方 是等於多少呢 是多少 假如我們在這個公司 我們的 b 平方 剛剛的 b 是多少 2.7 是不是 所以2.7 的平方 還有 summation x 平方 還有 summation x 平方 是多少 我們的 summation x 平方 就是我們的 十 十 所以呢 是十對不對 Summation x 平方 就是 summation x 減掉 x 平方 好 OK 算一下 所以這樣就得出來 是多少 欸 72.9 好 所以這樣子的時候呢 我們就 仿向我們前面的做 One Way Anova 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來做它的 Analyse of Virus 我們有什麼 有 Regression 的效應 我們前面 Anova 的時候是 Treatment 的效應 對不對 還有 Arrow 還有 Total 它的 Summall Square 它的 Summall Square 呢 Regretion 是多少 我們剛剛算出來的 我們剛剛算出來的 SSR 是 72.9 Arrow 呢 就用這兩個相扣 SSR 的話 你用 SSTotal 去點掉 SSR 所以我們剛剛是 82.8 去點 72.9 就可以了 所以是 9.9 好不好 所以這邊是 9.9 那這兩個加起來 等於我們的 SSTotal 是 82.8 可以嗎 那 Degree of Freedom 我們的 Regression 只有 1 我們的 Total 是 n 減 2 所以 n 減 2 的話 我們的 n 是多少 n 是 5 個對不對 減掉 2 所以這邊變成 3 個 不對 這是 n 減 1 這是 n 減 1 這個才是 n 減 2 所以 n 減 2 的話 這邊是多少 這個等於 3 這個等於 4 OK 所以呢 你這邊就可以直接寫 我是 3 我這邊是 4 然後途出來的話 我們叫 ms SS 除以 Degree of Freedom 出來叫做 msr 這個數字叫 msr 這個數字叫 ms1 這個除出來叫 ms2 那 Total 我們也通常不要除 sum square 不要除以 Degree of Freedom 這邊是給它空白的 所以 msr 跟 ms1 各是多少呢 72.9 除以 1 還是 72.9 這個相比出來是 3.3 然後我們的 f-test呢 是怎麼樣子呢 就是用我們 msr 去處理 ms1 我們的 F 就是用 MSR 去處理 MSE 因為其實 MSR 的期望值 應該是 R 加上 Regression 的相應 就是 B 平方 就是 SSR 的效應 就這樣子 然後 MSE 就是 S 平方 假如當 V 等於 0 的時候 這一項就等於 0 等於 0 的時候 MSR 也是來固域 S 平方 所以我們用 MSR 除以 MSE 就是 follow 原來的 F 平方 對不對 MSR 是一個 S 平方 這也是 S 平方 假如 beta 等於 0 的話 那這一項是不等於 0 所以 MSR 除以 MSE 應該要 follow F 平方 這是 F 的定義 那假如 beta 不等於 0 的時候 那這一項都是平方 所以它就會讓 MSR 遠遠大於 MSE 了 所以我們的 F Test 一樣 是怎麼樣子呢 用鋼尾的 我們的 R 環全部放在鋼尾 而且放在哪裡 而且放在右尾 因為只有當什麼東西 當我 MSR 3 MSE 的 F 值很大的時候 我才會回來說 我的 beta 是不等於 0 這樣了解嗎 假如我的 beta 等於 0 的時候 它就不應該去掉到這裡的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就倒過來推 這樣子 所以這個 F Test 的時候 我們就用 72.9 去除以 3 得出來這個值是多少 22.09 22.09 這個 F 值要去跟 X 表的 F 什麼來比呢 這個要跟 X 表 MSE 是分母的 所以是 X DGVN 制造廠 1 3 然後假如我的 R 的話 是 0.05 的話 就是 X 這邊是 0.05 全部把它放在右尾 0.05 的這一個地方 這個 F 值 這個 F 值的 就是 F 0.95 的 E 3 的 F 0.95 DGVN 是 13 的這個值 查表出來 我們的值好像應該是多 多多種 10.13 這個值是 10.13 也就是說這個值是 10.13 然後我們的這個值 比這個 F 值 查表的 F 值來的大 就變我們查出來 比這個表上的來的大 比這個 22.09 比 10.13 查表出來的值大 也就是說 我們是調到這邊來的 所以我們調到 Physical Region 調到 Physical Region 調到 Physical Region 就是要來講什麼 我拒絕 H 0 我的 H 0 是什麼 H 0 是 β 等於 0 對不對 HA 是 β 等於 0 那我就調到 Physical Region 我就說我略絕 H 0 然後接受 S A 說 β 是不等於 0 那 β 等於 0 是表示說什麼 S 跟 Y 之間有顯著的直線關係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句話是什麼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句話是什麼 這個檢驗的步驟還是一樣 然後它的做法就是這樣 好嗎 請問一下 β 等的商業式 好 這個的話就是 因為這個的話只有 1 那我 total 的的話 4 是 N 減 1 那我 total 的的話 4 是 N 減 1 N 減 1 是 這個跟前面的 Anoha Headed 算的方式不一樣 total的時候一樣都是 N 減 1 因為我們的 Y 減 Y 法 只要的一個這個 所以也是 N 減 1 我們的 Anoha 裡面 前面 TOTAL 的 DIGREAL FREEDOM 也是 N-1 只是我現在的 TREATMENT 相反的 REGREATION REGREATION 的 DIGREAL FREEDOM 只有 1 而已 所以我的 L 就變成 N-2 這個 3 是 N-2 來的 因為我們的 N 是等於 5 OK 這樣可以嗎 那跟前面的 N-2 來的 N-2 來的 K 那是不一樣的 不是 前面 ANOVA 的時候 譬如說 ANOVA 我們的 1 位 ANOVA 的時候 我們有 TREATMENT 有 ARROW 有 TOTAL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 DIGREAL FREEDOM 是怎麼樣 TREATMENT 有 K 的 有 K 減 1 的 DIGREAL FREEDOM 這邊呢 總共有 N-K 的 減 1 的 DIGREAL FREEDOM 總共的數值 這邊也是總共的數值減 1 這邊也是總共的數值減 1 然後他把它減掉的時候 就剩下個法 N-1 減 1 減 1 的 DIGREAL FREEDOM 也是這樣加起來的 所以也是這麼加起來 要的 對 謝謝 謝謝 謝謝